欢迎收看第592期武器打讲堂 至上个世纪60年代末以来 榴弹发射器的发展一直都未曾停止研发的角物 随着电子信息化和火控计算机的发展 已经具备了智能化和实时处理战场弹道信息的能力 为此美军基于先进的传感器 瞄准和编程计算机技术得到长处的发展 研发出了一款高级的轻型榴弹发射器系统 MK47打击者自动榴弹发射器 MK47打击者自动榴弹发射器 发展于上世纪80年代 原型叫做CG40 由当时的萨科防务公司的研制 目的是研发一款更轻更有战斗效用的新型武器 由于取代美军装备比较笨重的MK19MOD3型自动榴弹发射器 该原型于1995年左右正式推出 并获得了美国国防部的批准继续研究 在1997年首次公开露面 在研发成熟之后美军采购配备 于2006年 研发公司获得了价值2300万美元的 MK47MOD0生产合约 以MK47CG40作为制式名称 开始正式交付生产使用 另在三年之后的2009年2月 再度获得了价值1200万美元的 MK47MOD0的生产合约 这款发射器的研发由多家科技公司共同完成 其中 萨科防御公司是武器介绍商和系统集中商 先进的电子搜索和火控设备 由雷森公司负责提供 空爆型弹药则由罗V的NAMMO公司负责研制 MK47流弹发射器配备了最先进的检测 瞄准和计算机技术 比它要取代的MK19MOD3型自动流弹发射器 要智能新建的多 该流弹发射器可以分成三个主要部分 一部分是发射器的主体结构 一部分是火控计算机系统 另一部分则为支撑的脚架结构 发射器的主体结构为一门 40毫米口径的流弹发射机构 这个机构经过轻量化的调整 比前个版本的MK19流弹发射器更轻也更紧凑 整个发射器长度为930毫米 宽280毫米 高210毫米 枪管长度为520毫米 单单发射器的重量为18千克 这个重量已经比MK19流弹发射器轻了一半了 枪管采用的是可拆卸的设计 这样可以在运输的时候降低整体的尺寸 并能在持续火力输出的过程中 即时的更换枪管 在枪管的前部分 安装有隔三型的枪管制度器 搭配枪管短后座式操作原理 在发射的时候能降低一大部分的后座力 弹弹设计 采用的是弊弹带机的模式 因此在操作的时候 只有拉动垃圾柄层上弹 并正确密锁之后 才可以驻发板机发射 这种方式能降低发射时候的散步范围 缓冲的后座力 也能增加整个发射系统的粉定性能 在发射器的后部分 是左右两个手持的握板和L型的发射扣板 握板的上方是一个控制面板 上面设计有几个操作按键 用于操控相关的参数 这基本上就是发射器的主枪体结构布局了 其功能方式为弹链供弹 发射的时候 弹壳通过朝下的开口的抛壳窗进行抛出 可以发射北约标准的 40x50毫米口径的所有榴弹 一般情况下 会在发射器的左侧安装一个弹箱 发发两种弹箱规格 其弹药除了可以发射所有 北约标准4毫米口径榴弹之外 还可以使用一种型号为 MK285的智能可编程榴弹 这种榴弹可在设定的距离进行空爆 MK285可编程榴弹的弹头中心 装有40克的高爆药 周围包裹着1450克小钢粗 有效杀伤范围达到了5米 该弹药引信可以设定为 碰炸模式或者是空炸模式 碰炸模式跟普通的榴弹没有什么区别 空炸模式下 其弹片会向下方及侧方散目 可以用于攻击壕宫内墙角 或者是门窗后方的敌方有所目标 并且弹内设计有自毁程序 未爆弹能为设定的时间自行爆炸 因而对于躲在有力地形的软装甲目标来说 MK185可编程榴弹能提供毁灭性的伤伤 而相对于MK19榴弹发射器 MK47打击者自动榴弹发射器的最大优势 就是内置了综合火控系统 该系统集成了激光测救仪 机载弹道计算机 火力控制系统和时间引擎设定系统 由雷神公司生产 并且所有的信息都可以输出到可拆卸的视频显示器上 该显示器能够直观地显示目标图像 测距信息 瞄准点以及白天彩色视频 和夜间热成像仪的热成像等等 在使用的时候 射手可以通过这套系统轻松地检测识别和接合目标 并且通过计算计算仪仪 测算目标位置 使用火控计算机自动计算出准确的大道情况 视频只需要调整发射器使得瞄准点对应就可以轻松地设计 如果使用编程弹 可以在瞄准完毕之后直接编程射击 大大的提升了发射的效率 该火控系统的瞄准距放大倍率可以达到9倍 最大瞄准距离为2500米 最小范围为40米 瞄准距上设计有一个接口 可以将夜视仪连接到该瞄准镜 并通过内部信息传输将夜视通道的图像的输出 显示在显示器上 激光测距移的误差为1米 安装在瞄准器的下方 有发射端和接收端 另一侧则是夜视仪 这套系统搭配弹道计算机 翻会角度取 弹药模式和昼夜切换模式 几乎是一款简单可靠高度便携的武器 火控系统安装在发射器的右侧 电力来自于内置的每月标准电池 可以提供8个小时的续扛电力 当然如果是有展具的情况下 也可以使用展具输出的电力使用 并且在电池没电的情况下 还可以接换从 枪身上配备的机械瞄准具 进行简易的瞄准 在发射器的手柄上方 设计有显示器瞄准的操纵按钮 和小型四项操纵杆 射统和通过操纵杆 又为调整显示信息 红色按钮又为激光测距使用 其将机为 牵管转形成后座作用 必躺待机的模式 可以实现250发到300发每分钟的 有效射速 其发射模式只有全自动一种模式 枪口速度为240米每秒 最大射程为1500米 首发命中率能够达到90% 虽然整个系统的 后座控制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仍然需要可靠的脚架系统 来固定和调整角度 MK47自动轮廉发射器 可以选择底座 或是三脚架进行支撑 在使用载具的时候 选择底座连接 作为载具的主要 或者是辅助武器进行使用 地面使用的时候 需要使用三脚架 该三脚架 具有简易的快速回转 升降和横向控制的功能 也可以通过脚架的相位器 把发射脚 限定在一定的区域内 除了防止自动设计时 偏差过大 MK47打击者 自动流弹发射器 采用创新的设计 以及新型轻质材料 和复合材料的广泛使用 整体的重量 可以比MK19自动流弹发射器 大大的减轻不少 与当前的大部分 40毫米口径 自动流弹发射器相比 机步减更轻 更紧凑 还具有更大的有效射程 更高的精度 和更快的响应时间 可以说是二战以来 车展流弹发射器的 首次重大改进 目前 该流弹发射器 已经在阿富汗 和叙利亚的单程中 测试使用 为在后续 开始大量的装备于 美国陆军 海军 澳大利亚 以及以色列 采购的单价 大约在21万美元左右 也从此开启了 自动化轻型流弹发射器的 新时代 本期五级大堂到此结束 更多节奏视频 欢迎关注五级大堂 长网节内容 我们下期见 五级大堂关注我们 这里面有你想要的一切